欢迎收听《卢岳刚著》 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上卷 第二部 陶赵智越 营造乌托邦 1951-1964 第七章 人民公社来了 第一节 没收农民财产 合作化的好处声称有两条 第一是经济的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 水利化 多大粮食 第二是政治的 可以防止地主阶级剥削 卷土重来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农民再受地主二变苦 再遭二茬罪 这是一个践踏民主革命诺言 自相矛盾的说法 对赵来说 领导运动依然是 说归说 做归做 农民进合作社 社会主义这个笼子 初级社是初级笼子 高级社是高级笼子 一边是强迫 一边是引导 前面说到了镇压农民反抗 合作化所采取的强硬措施 成功地使一个自愿 互利 民主地 进行生产要素 自由结合的 自发组织民间互助契约行为 变成了社会改造 国家意志强迫 以剥夺全体农民私有财产 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硬的一手相对简单 软的这一手 做起来却相当反腐 庞杂 变私有为集体国家公有 广东土地制度复杂 山区 丘陵 珠三角 沿海地区大不同 而且农民家庭情况千恰万别 政府要介入 主导农民入社前每家每户 生产力 生产资料 主要素的公平科学准确的进行价值评估 而且还要规划合作社劳动方式 农副产品分配 在技术操作层面上 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想要事情简单 先要把事情搞复杂 我们来看照领导的华南分局 农村工作部促进合作社 关心些什么事情 要办些什么事情 首先是土地 要搞清土地的性质 状态 功能 然后确定折价入股的合作原则 可详述之 土地入股分七大类 十三种情况 第一大类 一般土地的平产入股分两种情况 一是按照现在的土地条件为主 参照土改茶田定产时的产量入股 特别著名 所谓现在的土地条件 是指解放以来 经新修水利 改良土壤等 引起土地的土质 水利等业益变化的条件 参照土地远近 耕作难易 以及费工多少而言 二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土地 第二大类 多年种植的经济作物 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费工较大的 凤梨 干 橙 椒等 二是费工较少的 荔枝 椰子 龙眼 黄皮 木瓜 桃 李 李 葵 茶 桐等 三是赤桑地之赤头桑头 仍有用者 第三大类 开荒土地 分四种情况 工荒公开 工荒私开 私荒私开 私荒公开 第四大类 租点地 分两种情况 租入地 点入地 第五大类 贷管地 分两种情况 贷管关系属于租赁关系 贷管地收益全部或者大部归属贷管者 第六大类 鱼塘 藕池 第七大类 自留菜地 不超过本户土地的10% 其次是小农耕作方式的第一要素 耕牛 耕牛问题分三大类 第一大类 原为互助组织工牛 第二大类 私有耕牛 又分两种情况 私有供养 私有饲养 第三大类 政府奖励互助组织工牛 再往下的问题 一次是农具问题 肥料问题 种子问题 劳动日的计算问题 分配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十分复杂 而且受制于四季 二十四节气 刮风 下雨 阴晴 圆缺 自然灾害 市场 社会 社区 家族等关系 所有合作要素都是动态的 都是一个不可预测和把握的变数 必其功于一亿 实乃人力所不待 比如劳动日价值的计算 涉及不同性质的农活 劳动力使用的价值评估 不同的季节 使用不同的工具 劳作时间的长短和强度 智力和体力 以及生产技能的差异 这个评估涉及到 两三千万的男女老少 每一个农民 它的难度超过了前数 每一片土地的评估 再比如分配问题 分了两大类八大项 两大类是农业收入分配 副业收入分配 农业收入分配下面又有八大项 分配方法 土地报酬比例 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 工粮缴纳办法 生产成本开支 灾年减免 东庚作物的处理 农田副产品如稻草等的分配 事无巨细地囊括了农业生产分配的方方面面 看似精细科学 实则观养文章 纸上图景 往下贯彻系 往上报告粗 照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则将合作社的生产分配组织 简化为三平 平易土地的产量 劳力的底分 耕牛农迹应得的报酬 以及土地与劳力的分益办法 而且还要统一度量衡 广东农村计量单位有16种之多 母金 杖 挑 蛋 把 猪 筒 棚 骗 载 车 井 剑 各 条 要掌握如此复杂的农业生产知识 并进行有效的管理 不务农时的制定符合自然社会的生产计划 而且能够应变欲儒 他要求实施管理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各级干部 人人专家 各个超人 而且还要有崇高的责任感 和不计得失的共产主义精神 即人人皆胜人 否则难以胜任 胜利者的负担来自胜利者的自负 权力更加集中 目的是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全面控制 有两个认识的关节点 一 对农民自留地 土地收益 供给金 以及供益金提留百分比的规定 说明国家干预并且掌握农民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 分配权的意愿和深度 农民自己的土地合不合作 留多少合作多少 农民说了不算 国家说了算 这个过程展现了国家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权利 同时展现了国家根本无法承担 更无法兑现 结果一定会推卸责任和义务 无限权利对应的是无限的责任和义务 谁也没有能力承担无限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谁都想 享有无限的权利 二 制度的优越性 都寄望于生产的增长 劳动效率的发挥和群众的觉悟提高 即三高 产量高 效率高 觉悟高 合作化 农民有激烈的暴动 有弱者的反抗 杀羹牛 不养猪 不养鸡 鸭鹅 广东叫做三鸟 已经是广东农村普遍的行动 新惠县的鸭蛋 香港市场著名 1954年新惠有母鸭15万只 1955年只剩下了9万只 减少了40% 聪明如赵 当然看清楚了问题所在 以及自己富有的使命 赵承认 目前农村社会情况紧张 购粮困难 反映了农村小生产者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矛盾 他说 目前合作社中 社员相当普遍的不投资 耕牛大量死亡 社外农民不积极添置耕牛农具 甚至有的不断砍伐果树 凡办社的地方 宰杀耕牛破坏农具的现象就很普遍 甚至明天入社 今天卖牛 原因在于 一要生产好 二要贫中农 互利好的原则不能落实 赋予农民怕入社吃亏 赵提出了办好合作社的三条 一 不要办大社 办得小些 二三十户左右即可 二 内容单纯些 主要是农业先合作化 土地入股 三 社的基本建设 必须适应社的本身的发展的需要 不要铺摊子 赵看到了合作化 破坏生产力的现象 也认识到了问题的性质 在决策城提出了小规模 单纯化 不铺摊子的应付策略 调子是偏冷的 不过冷调子挡不住热风暴 1955年8月3日 陶筑从北京回广东 传达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即怀仁堂会议 毛讲话精神 毛在会议上痛批了邓子辉 以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 号召全党反右倾 形势骤变 陶赵紧跟毛采取激进路线 1955年9月26日 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 几项重要政策的意见 其中自留地比以往规定减少了一半多 但依然坚持了耕牛 私有 私养 社员私有的序幕 一般不入社的妥协政策 很快 毛泽东掀起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陶赵保护中农 赋予中农的合作化政策 一风吹 1955年11月10日 陶在中国广东省第一次 区委书记会议上做报告 加强领导 保证品质 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任务 提出的目标是 争取到1958年春前 基本完成全省的 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11月23日 继13天后 陶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 根据中央决定 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实现时间 提前到了1956年冬季以前 12月17日 粤东区党委向省委递交了 事办高级社的报告 12月24日 陶赵向毛报告 广东省委规划了 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步骤 1957年度 全省已发展到 21900个社 入社农户 219万户 组织面达到 全省农户的30% 包括扩社在内下同 1958年度 全省已发展到 43800个社 组织面达到60% 1959年度 全省已发展到 48667个社 组织面达到80% 即基本上实现 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 翻译这段话 即 完全消灭土地 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关于为什么要实行 合作化的土地公有制 即 为什么要对农民 翻脸不认账 毛赤裸裸有一段话 农业合作化 使我们在 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而不是在 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巩固了 同农民的联盟 这就会使 资产阶级 最后的孤立起来 便于 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很没有良心的 马克思主义 是那么凶的 良心是不多的 就是要使 帝国主义 绝种 封建主义 绝种 资本主义绝种 小生产 也绝种 在这方面 良心少一点好 我们有些同志 太仁慈 不厉害 就是说 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是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 在六亿人口的 中国绝种 就是一件 很好的事 很有意义的好事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使 资本主义绝种 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 变成历史的东西 四个绝种 倒进了领袖 以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的名义 彻底剥夺 或者说 抢夺 农民私有财产的 意志和决心 如前述 1956年秋开始 持续到 1957年春 广东有 12万农户 农民退社 理由很充分 你们有 社会主义 合作化高潮 我们有 援引自愿 民主 入社原则的自由 掀起了自由退社高潮 两个高潮 相碰撞 退社高潮 被武力镇压 农民的不满 反抗 被淘定性为 两条道路的斗争 淘说 必须正视 当前农村 存在的矛盾 当前农村 出现的矛盾 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 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到底是走 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走 资本主义的道路 到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矛盾的表现 这个矛盾如不解决 农村工作 就不仅不能够前进一步 而且还要倒退 毛主席教导我们 农村阵地 社会主义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 必然要去占领 目前两套道路的斗争 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同恢复资本主义的斗争 说白了 就是要对农民 实行阶级斗争 即毛说的 对农民实行专政 1957年 除了反右派运动 广东还有两场大辩论 一是历史问题大辩论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以株联各级干部 两万人的战绩 扫荡了 逢古反党集团 反党联盟 以及党内的反对派 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 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于是有了 民主整设运动 有了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的提法 训练了十万名 乡社以上的干部 奔赴农村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两条道路走哪一条 提出了新一轮的 好得很 糟得很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 制度变化 让人眼花缭乱 土感没有结束 捅购捅销 合作化的锣鼓就敲响了 合作化 民怨沸腾 人民公社却接踵而至 私有制承诺 公有制收场 农民始料不及 照这样的土改专家 亦始料不及 共同纲领 以及土改相关法律法规 一风吹 中共对农民的所有承诺 一风吹 1951年 党内下发 互助合作 决议草案 1953年提出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4年 粮食捅沟捅销 1955年 全面提速 推进合作化 三年以后 1958年提出 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要搞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 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定说 要用共产主义思想 和科学文化技术 来教育培养社员 使之成为 共产主义新人 宣布在土地前两年 已经归工的情况下 私有的自留地 生猪 成片的山林 果树等生产资料 应该归工社所有 原来折价归合作社所有的 私人耕牛 农具 山林等 没有偿还部分 不再偿还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国家 对农民在合作化基础上 进一步的抢夺 1947年至1953年 赵参与了以广大农民的名义 抢夺地主的土地财产 1955年至1958年 又代表国家参与抢夺 所有农民的土地财产 这个决定的附件 全省参照执行的 清远县周新人民公社 章程草案 把抢夺内容规定的很详细 1.各高级社 厂矿 学校 工商企业 手工铁木 砌设 原有的一切生产资料 基本建设 公共积累 以及所有的公共财产 除国有部分外 全部无代价归公社集体所有 2.全社社员原有的小量土地 山林 竹林 果园 鱼塘等 一律无代价归公社集体所有 3.社员原有的饲养的 猪 羊 鸡 鸭 鹅等牲畜 由生产队经营和分配 4.社员一切的私有房屋 粪屋 猪篮 厕所等 全部无代价归公社集体所有 由公社统一规划 全面安排合理使用 5.原有入社的生产资料 折价款全部取消 6.社员的家庭器具 衣物 日常用物等生活资料 一律归社员所有 同时全面取消了农村自由市场贸易 毛在写郑州会议讲话提纲时 毫不忌讳地说 继合作化之后 人民公社是一次针对全体农民的 平分主义强产共产 广东陶兆按照毛的意志 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就是没收农民财产 和改变暗老取仇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节 从话四日重头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